中方是带着诚意应邀 去安克雷奇 同美方进行战略对话 并做好了 按双方事先上定的程序和安排 开展对话的准备 但美方在先制开场白时 严重超时 并对中方内外政策 无理攻击指责 找起争端 这不是代客之道 也不符合外交礼仪 我们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我们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 所以我们刚才必须阐明我们的立场 我现在讲一句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跟中国谈话 中方 过去 过去 今后 将来都绝不会接受 都会遵守 我们要求我们要放弃 动辄干涉中国内政的这种霸权的行政 这个老毛病人应该改一改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 按照两国元首熟悉通话的精神 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